1月24到1月28 盡情鎖定 TVS56台 新聞大白話 翻展2022專輯報導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 前子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歡迎三位資深媒體人 謝寒冰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美 大家好 以及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首先來看看這則最新的消息 這是中油的高層辦公室 居然搜出白花花的鈔票 2700萬現金 你可以想像嗎 2700萬現金 放在辦公室裡 這個是這個 煉製部的執行長辦公室 你可以看到檢調 看到的這個辦公室 打開抽屜 哇 這麼多一捆一捆的錢 連外套裡面 都有這樣子2000塊 一捆一捆 都還沒有拆開的錢 以及各個地方 角落都搜出來的錢 算一算有2700萬 那當然有人收賄 就有人送賄 白手套也被收押 禁見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兩個人 依貪污罪遭到了收押 可是後面的調查 當然正要開始 我們來看看這一位 所謂的執行長 他是在2019年才剛剛上任的 過去他在高雄據說是 技職典範 尤人楷模 為什麼 因為他十幾歲就進去 中游從技工開始慢慢的 他當然也很刻苦耐勞 然後也去考了很多的事 然後增進自己的學歷 所以最後爬到了中游 炼製部事業部的執行長 他叫徐翰 你知道嗎 在這個中游 台唐或是各個國營事業 不是最近常常要被政治人物勒索 我們就要這樣講 要斷內 要樂捐 據說因為他這個人很會PR 所以在中游 大家也都看中他 有政治人物 有立委要來要錢 就叫他去長袖善舞 騷騷的 去做一些PR 所以他在中游裡頭的人緣很好 可是現在出事了 觀眾朋友 在2016年蔡總統上任之後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國營企業 都是大家想要爭 想要拿 所謂搶錢 搶糧 搶地盤的地方 民進黨各方勢力都在搶中游 你可以看到我們整理一下過去的報導 包括這個 2016年的9月 國營事業董作拍板 陳菊大將陳金德 掌中游 這個新聞大家都還有印象 英系的黃玉珍管台唐 那當然 你要人幫你賣命打仗 拿到江山之後 大家就地分贓嗎 可以這樣講嗎 你要給資源 要不要誰幫你任命來打仗 賣命來打仗 包括你可以看到空降中游的董事長 帶簽 嚴必稱感謝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那他可能是賴神的人 很多很多這樣的報導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包括蘇院長愛用自己人來爭高位 公投賣力與否 很多的國營企業都有推議吧 再來看看最近台九的新聞也不少 台九最近買下了一批立陶宛的烈酒 立陶宛的蘭姆酒 那我們就很好奇了 中游裡面是不是也是 台唐裡面是不是滿滿的也是台灣價值呢 仔細來看 台九董事長丁彥哲 他就是蘇智芬的機要秘書 過去他是蘇智芬的機要秘書 副總廖智芬他過去是蘇智昌當立委時期的助理 另外一位副總曾煥昌他是謝長廷前機要秘書 所以這個是由王衡威來踢爆 來整理出來的一個貼圖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說 沒有錯 過去這個政府 他是怎麼樣來分給大家 有水分給大家利益的 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嗎 如果說 當一個派系或者是一個政府 他大概治理的政治文化 大概是像這樣子 大家就知道 可能後面衍生出來的或是治理的方式是怎麼樣 包括你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人都在說 雞蛋怎麼買不到了 家庭主婦都說雞蛋買不到 有錢也買不到 看到的貨價都是空空如也 那為什麼雞蛋會缺貨 那當然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就得出來解釋 我們先來聽聽看 陳吉仲他怎麼解釋的 適合啊 因為好多人叫我留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沒有蛋啊 真的架不到 全台灣都在搶蛋 資料櫃 然後蛋價又凍漲 都基農都自己出來偷賣蛋了 把蛋的價格都 多加了一百塊兩百塊再賣 就是因為有時候過去這幾個百塊剛好溫差比較大 對 太高了 在中南部有的溫差超過15度 所以有他的基調 他生兩基路受影響 但是在這個時候 消費者我讓大家報告 你如果要賣蛋 你如果去巧思一定賣得到 一定賣得到 今天很多人都賣賣得到 我們要講的是 當你有什麼樣的政治環境 你就會養出什麼樣的人 可以看到陳吉仲在當老師的時候 跟在當官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他跟王美花都一樣 最近被點名要選雲林彰化 有沒有可能你自己的事物 你比較不專心 你把它擺一邊 然後政治的前途要往上爬 你花的心力比較大呢 陳吉仲真的是 我拜託你 如果照演說是因為溫差大 氮氣受影響的話 那應該每年這個時候都會發生 不是嗎 那應該每年這個時候都買不到蛋 那為什麼過去沒有出現 這樣狀況 今年特別出來 很明顯 剛剛你們那個影片 那個消費者也講了 很簡單 因為蛋農現在你們動漲 動漲的話飼料又漲價 我如果按照你們價錢賣 我要虧本 所以對這些蛋農來講的話 那我乾脆先囤著不賣 你知道我媽今天去買雞蛋 也買不到 但是那個賣蛋的跟她講說 沒關係 我幫你留著 你除夕再來 因為你這幾天來買 肯定買不到 但要除夕那天 你一定可以買得到 中間就是玄機 為什麼 大家就是要登登... 等到最後 不見兔子不殺音 人家也是做這個生意 他當然要將本求力 你政府為了你的政策 為了過年好看 然後把人家動漲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你要不要補貼人家的粉絲 你們也沒去講 所以我覺得你做一個 農委會的主委 不要每天在那邊粉絲太平 你以為這樣你就可以去選嗎 那我勸你現在就把主委 吃了趕快去選好不好 你選了可能選得上 那是你的大家支持你 那是你的福氣 那你選不上 就至少你可以離開農委會 不要再害我們了 那我是覺得中油這個 這個徐翰他從基層打拼出來 大家說這個人怎麼可能這麼刻苦 你看還是楷模對不對 最近我們不是才有一個人 被拔掉模範公務員嗎 那個我們叫王必勝 王必勝 不就是這樣嗎 那阿扁是三級貧戶人 後來不是一樣貪污 所以人沒有絕對一定的 重點是 我覺得這件案子 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錢是在他的辦公室 以後被搜出來 搜出超過2700萬之多 這很可怕 比林醫師那時候還多吧 當然多 但是問題是 他為什麼會把錢藏在辦公室裡頭 辦公室每天都有人進進出出 他不怕曝光嗎 白痕嗎 好像是說他們去送會的時候 他們就有人跟 所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 人贓俱貨 或者是他在藏跑就被發現了 我跟你講 他平常大概那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是一個交易地點 第二個 我覺得那個錢不是單純 他要收的 那個恐怕是很多人的錢 是他負責統籌處理的 不然的話 正常假設是我要收會的話 我會選擇在我自己的辦公室裡 都收會嗎 我有病 我生怕人家看不到 所以顯然我覺得 恐怕共犯結構非常的大 這個不能夠只查到他為止 你要整個擴大去調查 我覺得這個人大概只是負責 出面收就好像以前的 武藝探長梅諾一樣 出來收了之後 你分給下面的人 再來分 看誰給多少 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區塊在分 不然的話 你說我選在辦公室 然後一收就收這麼多錢 你覺得可能嗎 我是嚴重的懷疑 那你看 我又覺得民進黨真的很有一套 你看那個紅薇報這個料 光是一個台九 像一個不算非常大的機構 台九裡頭董事長 副總 然後兩個副總 三個各是不同派系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第一個 雨露均沾 第二個 連國營事業 頭都要派系平衡 這個就厲害 很會分配 所以國民黨你看到沒有人 人家是這樣子切西瓜 這樣切西瓜 大家各派系就不會有怨言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 如果我的黨受到攻擊 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都受到影響 大家就會一起共同來打拚 同名壯 是 那你們過去國民黨 可能就是分贓不均 可能就是每一個地方 就是有人吃毒食 才會造成今天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要好好學點 人家是這樣分的 我必須這樣講 黃文貴爆料這個東西犯法嗎 不犯法 這公開資訊 他本來就有權利去做這樣的分配 反正你問他 他就說 我認為他有能力 反正你管得著嗎 我就是這樣認為 可是我們的國家 就是被這一群人搞亂了 這個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利益分章 就擺在這裡給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搞不好 都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今天中油 在高雄的辦公室 搜出了2700萬 我們怎麼知道他其他的地方 沒有這些事情 我們的證據環境 現在已經變得這麼糟了嗎 來請教韋翰 好 我先跟大家講 那個錢東西我先說 因為這個東西 現在目前看起來 因為收益表示說證據確鑿 為什麼放在辦公室 剛剛賓哥在講 因為我們過去採訪的基因為什麼 因為他要在辦公室 再把錢交出去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菜刀是放在廚房 為什麼馬桶刷是在馬桶旁邊 因為他的辦公室2700萬 觀眾朋友 我沒有看過2700萬 我也沒有 2700萬都放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他的辦公室 他這個叫徐翰是不是 徐翰 對 十幾歲就進中油 他是老中油 竟然61歲 他這一輩子 大概六分之五都在中油度過了 所以他應該是非常熟的 好 那到底他是 我完全不認識他 可是他這個行為 現在目前就是檢調去偵查 他把那麼大量的錢放在辦公室 而且裡面還有我們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看過的2000塊 有沒有 我們今天這樣照片 那個外套裡面那些2000 我這樣算一下 這樣至少可能就 大概就有到20萬以上了 超過了 對 一個外套就 嚇死人了 這外套運動外套貴不貴 可能20萬 30萬 所以他可能有大量用錢 因為拿了錢 那他現在跟檢方他被升押 而且也收押對不對 他是說沒有 那我跟人家借的 好啦 你借錢 收押說他是借貸的 你借貸錢 你放在辦公室幹嘛 你借錢是因為你喜歡很有錢 我自己有錢的感覺 所以我借著就放在辦公室 我就好高興 少來這種說法 所以我就說 他的辦公室進進出出 誰進到辦公室 其實我相信檢調不會說 沒事就去查他 另外 雞蛋的部分 這我知道 因為我家冰箱也沒蛋了 你們也買不到 貴沒關係 但其實並不好買 但是你要到處去 有禁或者趕快去買 很快就被買空了 今天新聞出來之後更難買了 你現在去看到處 我們現在一邊有人 用手機在看新聞大牌 本來家裡電視看 不用電視看了 他拿著手機看 你這樣鼓勵 我們觀眾朋友都去買蛋了 他可以拿著手機再看 一邊看一邊買 因為大家都衝出去買了 我跟大家講 幾件事情 我也是這兩天才知道 因為蛋價貴這個事情 對很多需要吃蛋的人來講 其實是很痛苦 我今天早上真的 我老婆把最後一顆蛋弄給我吃 我們家現在冰箱沒蛋 看等一下有沒有辦法 用烏扁來去叫 看誰支援一下 來 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情 國際的玉米價格大漲 其實所以我就講 你又拚四大公投 你又拚什麼台中選舉什麼 其實政府有很多資訊 沒有告訴大家 來 我很快跟大家說 你要儘管告訴我 第一個 國際的玉米價格大漲 這個沒辦法 COMINATI以來這兩年 價格大漲 那雞飼料裡面是玉米 所以玉米國際價格至少少30% 那雞飼料漲 它的整個成本漲 包含雞肉跟雞的雞蛋 怎麼可能不漲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價格要漲 可是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行政院農委會 要求飼料不可以在1月31 今天才1月幾號27 其實錢不可以漲 2月1號開始飼料玉米 就會漲0.6角 所以玉米價格即將漲 還沒漲 所以這個原因 不是現在目前缺蛋的原因 第二個 那到底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我們現在2022年對不對 去年我們的雞 台灣有300萬隻 因為禽流感的關係被撲殺 雞被殺了一堆 我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養雞 但他當然 你又沒問我 為什麼要告訴你 第三個 雞有一個叫華氏囊鹽 IBD 那是雞會得到的病 那華氏囊鹽的疫苗其缺 我們人缺COVID-19疫苗 雞也缺疫苗 沒有打疫苗的話 他會擔心 在禽流感跟華氏囊鹽 兩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雞就變少 雞變少 當然蛋就會變少 來 剛才農委會主委不是有 上這個廣播去解釋嗎 我給大家看 台灣雞蛋事業銷售的中心報表 這個最準 1月24號 今天27號 幾天前有沒有在這裡 1月24號的全台灣的雞的報表 北中南東各區所有全台灣的雞蛋都是不足 現在講說南蛋北送有沒有 南部也一樣沒有 台南高雄屏東 你現在是希望台灣 南部人不要吃蛋嗎 然後這邊有沒有 地區的銷售狀態 全部都是買氣極佳 就到處都缺 到處都沒有 那為什麼會沒有 這邊有講 因為沒有疫苗 所以加上疫情的關係 現在目前生產量就變少了 而這個狀況 瞭解的人 因為他們現在都不去 你知道 記者跑去問 上下有都說不知道 是不是有疫情 不要問我 是不是去年撲殺很多 因為前六個 我都不知道 都不敢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會有講說 這個事情就 第一個要凍長玉米的飼料價格 第二個就是 雞吃撲殺很多不要說 第三個 我現在看到的訊息是 現在缺蛋的狀況 即使你要求醫療感染 要到四月以後才有辦法 它就解決 而且現在才一月底 二月 三月 四月 還要經過至少整整60天 因為沒辦法 我們現在雞吃就是缺 雞不夠 蛋就不夠 蛋不夠 每天缺這樣幾百萬顆 其實是會很嚴重的 所以現在連肯德基的蛋塔 據說都已經停止生產了 因為沒有蛋 可是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還跟我們講說 你現在去超市買 一定買得到 他要給我們噴 來 為什麼農委會說的話 永遠都跟事實不符合呢 在這裡我扮演的只是一個 家庭主婦的角色 我想請問各位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痛苦指數有多高 我們家每天要吃雞蛋 是因為我們需要減重 我們家的體重都過重 所以我們都希望要有水煮蛋 但我們真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沒再吃水煮蛋 因為我們家會隨著這個物價 調整我們的食物 所以我們家現在最常吃 就是一鍋蘿蔔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說現在蛋 剛剛說什麼南蛋北送 或說這個物價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等待一下 有這個雞蛋 我現在問大家 你買得到嗎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當買不到雞蛋 這件事情 解釋這麼多都沒有用 是民眾很恐慌 各位 能否會要做什麼 你就是要告訴我們大家 我怎麼買 我怎麼過這個年 真的很簡單 對家庭主婦來說 你講一堆說 其實這個雞肢怎樣 這個氣溫過低 或者原物料什麼 可能媽媽恐慌的地方就說 那你告訴我去哪裡買 對 你想知道原因 我需要那一盒多一百塊嗎 之類的 而現在你不去做那個事情 你只是讓這整件事情 不斷延燒 讓恐慌加大之後 各位要買那個蛋 要增加很多成本的時候 你知道民眾 心理上的恐慌有多巨大 而它不是只有蛋的問題 各位 其實這半年來 一顆高麗菜多少錢 一顆木瓜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一顆木瓜將來80塊 你知道最近政府不是說 那個鳳梨世家 要大家吃嗎 對 我不知道大家吃得起嗎 很貴 你知道那一顆有多貴嗎 如果我們生產都足量的話 為什麼它的價格 是這麼這麼的高 他不想讓它崩盤 好啦 是這樣 可是你要去想到 普羅大眾的民生物資 我生活當中 我除了吃橘子之外 我偶爾吃個鳳梨世家 但是你的物價 由於懸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剛剛講 痛苦指數是一種恐慌指數 尤其是在過年前 大家都會希望說 不論如何 各位 就算現在年輕人 他可能就吃不起好的 他一碗泡麵至少放個雞蛋吧 你連這個小圈心都沒有了 我說的只是一般庶民的想法 一種生活基本所需 如果政府都做不到 然後大家處在一種快過年 要不斷不斷的恐慌下去 這種心態下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台灣民眾真的好可憐 沒有錯 因為快過年了 所以我們的疫情也不會升級 然後物價不准漲 你看過去 王美花告訴我們說 賣場有設平價專區 你也可以去買 然後叫業者不能漲 要動漲 觀眾朋友 春節過後 大家都剩在等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1月24到1月28 盡情所第一次VS56台新聞大白話 翻展2022專輯報導 有請你 你也會請你 你才能擔心 你很快